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现在加萨的战事 已经造成人民大量的伤亡 就是人民的悲歌 就是地球的灾难 我们看到以色列已经攻入加萨市的是 中心心脏地带 哈马斯的首脑据说 他被困在地下碉堡里头 那现在人在哪里不知道 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用他强大的火力 摧毁了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场 还有火箭储备地 而另外我们看到发动恐攻 一个月之后的哈马斯 现在说我没有杀害你平民 我哪有杀你以色列平民 他说了女孩子 女士小孩以及平民 我们都是排除在哈马斯的攻击目标之外 可是必须讲太多例子 你很难自圆其说 包括以色列有一名妇女就说 我的一双幼女 两个小朋友 看起来都不到十岁 就被你哈马斯绑走了 现在三十天过去了 这个音讯全无 可不可以把我也绑走 至少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 这个就是人间的悲剧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色列 进攻巴勒斯坦的同时 在加萨走廊里头 有非常多的老人小孩 其实包括你看到 有一名哈马斯的妇女 就是哈马斯占领的 加萨走廊的一位妇女 突然大哭大叫说 这都是哈马斯惹的祸 可是马上看到群众就扑过去 把他的嘴巴给捂住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些群众可能是想要保护他 以免遭到哈马斯的报复 这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是 旁边的人可能是哈马斯的拥护者 所以上前制止他 也只能说在每一个地方 都有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意见 你看像这样的意见 在加萨走廊 就被当地的人给扑灭了 而以色列不停火 美国也发话了 美国说 你可不可以休战三天 让哈马斯释放 十到十五名的老弱妇孺人职 可是纳坦雅胡不同意 他说如果我休兵三天 恐怕会失去当前国际社会的支持 而且其实哈马斯 顽强抵抗 让以色列其实陷入了一种苦战 以色列他们自己知道 如果现在舆论已经开始转向了 如果假以时日 可能全球的人民不会支持以色列了 特别是在美国 现在只剩下几个礼拜的时间 来消灭哈马斯了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战场太残酷了 很多画面已经传出来了 而另外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 我们现在有可能会做一个 战术性的小战庭 让人道的援助物资进去 或者是有一些人职可以离开 可是我不赞成 大规模的停火 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战后 纳坦雅胡已经在想了 战后他们有可能无限期的 把加萨的地方列管了 这个意思是长期的占领这个地方吗 这是以色列内部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样起起以为不可不可以这样 可是必须讲有些鹰派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权 或者是由以色列来负责 来控管 而另外美国内部其实也有矛盾 我们先讲白宫 白宫向纳坦雅胡说了 我反对你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加萨 包括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都说 我们以美国跟你以色列虽然是友邦 可是不是每一个问题 所有的意见都一致 包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也讲了 美国反对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加萨走廊 也不支持强迫加萨的巴勒斯坦人搬迁到境外 因为过去有一项秘密文件被揭露 就是以色列有可能或者他计划 把这些巴勒斯坦人移到西奈半岛去 而另外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民间 其实有很多很多人站出来 希望立刻停止战争在以色列这边 所以你看到这一群年轻人 他们跑去密苏里州干嘛呢 这个地方是波音的一个工厂 他们抗议说你波音提供大量的 包括这个炸弹还有小型的直径炸弹 用这个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这样子的小炸弹 来攻击加萨走廊 他们认为这样子会造成非常多人员不必要的伤亡 基本上这是一个反战组织 他们希望可以立刻停止美国 尤其是波音公司向以色列提供导弹 而另外你可以看到这是自由女神 那就是在纽约 有一帮示威人士在自由女神底下静坐抗议 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现场的画面 他们希望尾巴冲突可以立即停火 其中你看到很多示威者 其实是来自于挺巴勒斯坦 左派犹太团体 他们叫做犹太和平之声 他们喊着Never again for everyone 大家不要再这样子 把所有人都拉进苦难的循环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很多是犹太人 他们希望以色列立刻停止在加萨的轰炸 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 怎么看以色列的问题 上个月7号哈马斯冲进以色列的占领区 还有一些海水的一些娱乐设施 一些音乐节 对于1300多名的以色列的平民百姓杀戮 这是事实 不容否认 从10月7号一直到今天 有一万多名在加萨地区的巴勒斯坦的 平民百姓被以色列的军人所杀死 其中有4000 5000人左右的妇女跟儿童 被以色列的军人所杀 这也是事实 不容否认 两方的军人都这样子不断地残杀 彼此之间的平民百姓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谁也不要否认 这都是事实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杀红眼还要杀多久 杀了一万多的平民百姓 以色列的这个报复 过度的报复够了没有 应该可以停止了吧 现在的情况是看起来是不会停止 美国在它的内部里面跟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 有一部的人支持美国继续停以色列 另外一部的人认为够了 应该要停火了 所以美国的内部的压力也越来越高 可是美国政府到今天所做的 还是继续支持以色列进行攻击 前一波的JDM已经快打完了 所以要这个波音赶忙再生产 再满足以色列所需要的 现在美国又提供3.2亿美元 也就是一百多亿新台币的精准的 炸弹的副套 也就是它不是炸弹 但是它是精准的装上去 然后可以更精准的打 但是那个炸弹的威力是没有变的 所以布林肯说这个会造成 人员比较少的杀亡 这是谎话 因为并没有把炸弹的弹量把它变小 它的炸弹还是一样 所以目前来讲 美国还是继续供应以色列去杀害 这个在加沙地区的巴德斯坦人 以色列说我杀的是哈马斯 可是哈马斯没有明显的制服 你很难确定拿出足够的证据 说那是哈马斯 但是我们看到了 是广大的平民百姓不断的被杀 救护车被炸 意愿被炸 这些都是事实 都不要否认 其实全世界的老百姓 全世界的民众都认为够了 不要再这样杀戮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阻止不了 现在的情况是 以色列的内部文件被解漏 原来以色列的更大的计划 是初步先占领北加沙地区 以加沙河为界 北部地区先把北部的人往南赶 然后再扫平北部地区 占领控制以后 整个城镇其实已经炸了 几乎都毁了 之后再重建 这等于是以色列 未来再多新一块占领区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 这算不算入侵 这就是入侵了 所以连美国都没有办法 再包庇以色列了 美国拜登知道 他没有办法再包庇以色列 但是问题就在于 拜登他举席不定 因为他考虑到他背后的金主 他们的立场 所以他宁可让美国在国际间的形象 地位 道德一直被批评 连他们的国务院的官员都快受不了 都快撑不住了 你美国拜登 你还要撑到什么时候 是 来请教延老师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变成一个烫手山芋 美国是不是也有点举棋不定 我觉得美国拜登的这个 以前的老板 欧巴马总统出来讲话了 他说 就是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手是干净的 我觉得这句话不是讲 不只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美国也一样 就是大家的手都沾满了血腥 这个是引用圣经里头 就是当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这个叙利王说我洗了手 不关我的事了 没有 你不能洗手 这个就是和美国有关 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人就是 我觉得也是反应 就是民主党今天是一个多元的政党 它有不同族群 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国会都有代表 所以这个是一个 必须你一定要做一个回应 对于以色列来讲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它会不会想把北加萨 变成一个新的叫缓冲区 就是今天这个地方完全解除武装 就像南北韩过去 或者有一个非军事区 然后整个交给联合国也好 巴勒斯坦马上当场 领土失掉一半多一点 然后人全部再挤到南加萨 可是南加萨还是跟以色列接壤 你觉得以色列会完全没有担心吗 你除非今天要把加萨人全部赶走 然后我觉得今天看到纳罕雅胡 他的这个态度好像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过去这个最近 从2008 09那一次到2014到上一次 大概几次的冲突 以色列人死亡的程度 大概都是加萨 都是巴勒斯坦人的三十分之一 到五十分之一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 现在以色列人死掉了这个 1400人 那是不是加萨巴勒斯坦人 要死5万人 他才会停 按照他们过去的比例都是这样子 还有更高 我现在是用最低标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今天到底是要觉得说 完全铲除才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点类似 就是当年我们在看那个 罗安达饭店 那个电影里头最出名的一句话 就是当他问这个饭店经理 问一个这个司令 他说 他说你们这样子杀 这个图西族杀得完吗 他说我们Halfway there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半 就杀得够多了 他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些目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部分 就是你沙红了眼 挡不住 那美国今天 好 欧巴马出来讲话有没有用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代表美国有很强烈 多元的声音 因为毕竟前任总统愿意讲这个话 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感觉上今天以色列 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一定会打赢 这场战争 可是打赢之后你到底能够撑多久 然后会不会让你更加安全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说的 是 来 请教兵哥怎么看 其实你看他说 哈马斯手脑星瓦 现在被困在地下碉堡 请问一下这是第几个 被他们困住的手脑 已经竹坊不及被宰了 他们已经宣称了多少次 开战一个月以来 他们至少宣称打死 然后困住了至少好几十个 那请问一下 哈马斯就只剩这些手脑了吗 没有 我们看到哈马斯有手脑在黎巴嫩 哈马斯有手脑跑去伊朗开会 哈马斯有手脑在卡达 请问一下你抓得完吗 抓不完 我相信以色列的人 绝对比我们更清楚这个状况 现在以色列本身承受到了 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今天又有新的画面公布 就是以色列士兵在凌虐 巴勒斯坦的民众 这一些都会给国际 有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其实他们现在说 现在如果停战的话 会失去国际的支持 请问一下现在国际到底 有谁在支持你 美国 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谁支持你 都没有了 很多国家都是坐闭上关 只是不敢讲话而已 对 那更多的国家是越来越愤慨 那现在纳坦雅胡 其实我相信他也承受 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对他来说 如果再不停下来 可能遭致国际社会的抗议反扑 会越来越严重 那美国这边能够承受 大概也越来越差 可是他也知道他如果一停下来 他自己本身马上就要面临危险 因为他的政权可能就要立刻倒台 所以对他来讲也是个两难 我认为他大概现在会采取一种 徐途缓进的步骤 也就是我每一次 因为国际压力大一点 我就让你进来一点点人道救援 或是每天20车给你变成100车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稍微做一点点让步 可是他持续在攻击 我认为他最起码阶段性的目标 至少北加沙他一定要站下来 然后等到下一次冲突事件的时候 再把南加沙站下来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你剩下南加沙 难道你认为哈马斯就不会报复了吗 还是一样会 隔个几年之后他一定会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他又有好理由 又可以再入境 约旦河西岸那些人就不会报复吗 你怎么杀得完 这是下一个阶段的事情 所以以色列就是好像这样 他的整个目标到最后就是 把所有约旦河西岸也好 加沙都好像全部赶走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大家自己去想想看 这要死多少人 是 感谢观看